想度过特别又难忘的哈兹节吗 贴心的榴莲台 精心为您配置了一个别致的吉兰丹之旅 10月25号晚上 加马及一众DJ将伴随您一道出发 前往吉兰丹过上三天三夜的特殊旅程 我们将参观丹州 入250年历史的民间信仰祠堂及寺庙 光顾卧府 龙船寺 到北火车站等等的著名景点 游逛马太边界小镇 中华清真寺 当地巴沙 二战博物馆等等的历史名胜 我们还会拜访吉兰单独中华团以及州政府 设立海滩工艺品中心 还有当地的美食当 最不能错过的是 与周五大臣Dr. Nick Agis的会面 向他带上我们节日的问候与祝福 管是国阵或者明年的平台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正义的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发言的机会 我是行动党 八达零北七国会议员潘建伟 这里是榴莲台 DuelanFM.com 好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现在回到了天马行空的节目现场 现场仍然是有我加码 还有我加强 好 我们今天特别嘉宾 来自行动党火箭报的中文主编 蓝中华先生 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了 好 你好 那今天加强 你说出不同的历史 说出不同的历史 历史还有好多种不同 对对对对 我们每次告诉都跟人家分享 你有玩拼图游戏吗 历史就好像拼图游戏 永远拼不完的 就好像今天加码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过后 我回去写出今天所发的东西 就会变成一个历史 我相信我们有三个版本 不同的东西可以写 因为你所看到的那根本 Generally我们可以可以说可以写到 就是你说了什么 我说什么 可是在凭你自己的感受 凭你自己的察觉 你会写出不同的东西 跟我的东西 我写出的历史 今天所发生的东西 是会不一样的 我们再说回我们早上我们说了 Nazir讲回这个回教这个 成为我们这个 世俗国的这个 也是讲回以前的历史的时候 OK对对 他班的历史跟林济湘的历史 又不一样的版本 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 那我们今天暂时把政治放一边 我们谈回历史 历史 所以我们也是告诉人 今天你站在我面前 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后面 可是我看的你后面 我们观点都不一样 历史有很多人物 道理是人写出来 历史也是人写出来 那当然胜利人 比较有权利去写 他的历史出来 OK我讲一个 讲一个东西 就是曾经也曾经讲过的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立 独立史上面 我们有去过 我们的这个独立纪念碑 就在Dougou N'Gare 我们就有看 看到这个一些的军人 对吗 举着旗子 然后脚下踩着敌人 就是胜利了 就是马来西亚终于给独立了 我就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那我们从谁手上拿到独立呢 加强 你说我们从谁手上拿到独立 有很多种说法 有些人是说 我们是从英国人殖民 那边拿到了独立 OK 也有人说 我们其实日本回忌过 我们就拿到了独立 有很多种说法 可是到现在也有人说法 我们还没有独立 最终 最终在我们的独立大典上面 我们的独立大典上面 我们在这个 在到这个 这个体育馆的 这个独立大典上面 当时有一个很标志性的 就是东姑就举起这个手 喊摩德加的这个时候 其实他在旁边是坐着他的主子 就是英国人 英国人就坐在那个边上 你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 那个英国人坐在他的后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独立呢 是英国人给他的 给他的这个独立 或者英国人 我们不玩了 让你玩一玩 但是这从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面 我们看到的呢 是说什么 是说这个 由我们的先贤 去争取回来的这个独立 是这样的 那么 那你去从英国人手上 拿到这个独立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这个脚下踩的是什么人呢 脚下 他那个那个 那个独立大典 脚下所踩的是 那个是 反英国人的 就是反英国人的人 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的人 所以 所以这个历史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历史呢 怎么样去诠释那个历史呢 我就觉得 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角度 来看 对啊 历史有人美化 有人丑化 你看你怎么样写 那我们不 我们 我们看我们 从小到大 一直以为是圣人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爱底生 那很多人 因为他是圣人嘛 他发明很多东西 很多人在历史上 就把他美化 把他变成一个 可以变成一个神话 连他放屁都是像的 人家都会觉得 当 人家把他美化 成一个圣人的时候 就觉得 他在道德上 在什么上都是 很好 完美的 可是你真正看回 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一个历史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你们认识 Nikola Tesla Edison 除了Edison 他能发明很多东西 Nikola Tesla 这一个人 大家也必须要认识 因为他跟爱底生 是细细相关的 以前在爱底生 他发明了一个叫 Direct Current DC Nikola Tesla 就发明了 Alternative Current 可是他还没有 发明的时候 爱底生 是为了发明 这个Alternative Current AAC 就是交流电 一个是直流电 花了很多时间 可是都没有成功 可是这个 Nikola Tesla 他觉得 如果我跟一个人 生人在一起 我就会 跟他一样的程度 就好像 如果我有机会 做到李嘉诚的朋友 我一定是会有钱 每天靠近 同样的道理 他靠近了这个爱底生 爱底生就答应他 如果你能发明到 这样的东西 我就给你一笔钱 可是他终于成功了 爱底生就跟他讲 你不知道我们美国人 的开玩笑方式吗 然后过后 Nikola Tesla 就知道 他的本人是怎么样 他就离开他 就自己在很积极 在科学那边 发明了更多的东西 那爱底生就觉得 他有 他挑战到他了 爱底生那时候 还是一个生人 他就利用他的那种的 influence 那种的 影响力 影响力 知识力 甚至他曾经跟政府 借了一个死球 来用这个Nikola Tesla 发出来这个AC 来告诉大家 你看他的电 他发明出来的电 是对人家有害的 他拿他的电来电电的 可是这个人电不死 而电脑半生不死 他从电动物开始 变到电脑人 所以你觉得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 他在科学有贡献 可是到至今 如果你 你不看这个Nikola Tesla的这个历史 你会觉得到至今 爱底生是一个圣人 我的想法是 历史它是一种想象来的 是一种 由人家 人们提供用那种书本 影像 照片 和那种交谈 灌输去某个人的脑海里 用那种想象来的 虽然我们不曾亲眼看过 那种事情 比如说的是一个事情 希特勒 希特勒在那个 他自战的时候 他是一个暴君 他是一个杀人狂 我现在我是生活在21世纪 我不想跟这个人接触 但是我通过大量的影片 照片 我得到了一个印象 这个希特勒 他是一个暴君 他是一个历史事件 他虽然是一个不存在 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不存在 他不是一个不存在 我碰不到他 我其实我看不到他 我不曾跟他交谈过 这个任何 进行过任何的交谈 但是我透过一大堆那种的官方 或者是一大堆那种的 民间那种的叙述 让我得到了一个印象 有这个人的存在 这个人是真真实实 有血有肉的存在 虽然是我不曾摸过他 我不曾跟他交谈过 这个就是一种历史的 一种那种想象来的 而且当我被灌输 这种想象的时候 我也 像我灌输的那个人 他也抱着当时 当客的那种社会价值观 他把那东西灌输给我 当时的那个社会价值观 现在的就是 他是一个暴卷 他是一个杀人狂 可不可能是一百年后 这个价值观还变掉 改变了 变成他不是一个暴卷 他只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脑筋 市场的人 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 失调的情况下 他居然是穿断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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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的地位 是不是 那个 最大的祸首 反而是那个 民主机制不够强大 反而不是他自己本身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 反一个 一个 论调呢 是吧 又是 这有可能出现了 就看你要美化这个历史 还是丑化这个历史 我相信Hitler 可能他做的事情 真的是可恶 然后再加上 这个战争 他被丑化了 我们再看回来 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 这个曹操 跟这个刘备 你觉得你会喜欢哪个 从以前 我其实各有各的喜欢 对对对 可是我们都一直 要人意忠诚这类的 你可能喜欢刘备 对不对 但是你要写 要觉得想要大气 想要做一番事业 想要有雄心 想要有野心 这个可能你会崇尚 曹操 如果有读厚黑学的人 其实曹操跟刘备 是同样的人 历史把他 历史把他 基本上我们一直 所读到的那个三国云 是个通俗的小说 真正那个历史 是在那个三国志 在三国志里面 那个刘备塔普尔 是一个好人来的 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好人来的 打仗的人来 是一个好人 还有我们呢 学的那个 那个华盛顿 你觉得他是好人吗 他说 我斩了一个樱桃树 我就跟人家道歉 其实这个东西 是美化自己的 其实这个东西 是没有发生的 华盛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华盛顿是一个军 他说过 你要占领一个国家 你要打仗 你要靠头脑 来骗 他是一个骗子 他是很厉害的骗子 是高尚的骗子 我们社会是不能接受 低低级的骗子 比如说那个华盛顿 虽然是一个美国的开国 那个总统 但是多任的美国总统 从来都不曾反对过 那个奴隶子 反正是当那个林肯总统的时候 他真正的去落实 废弃那个奴隶子 可可以这样说吧 在林肯之前的所有的总统 总统都对那个奴隶子 都没有那种真心诚意的 那种去反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东西 美国是建立在自由民主 平等人权的基础上 但是这么多年 要到那个 差不多接近一个世纪过后 才能来废除那个奴隶子 奴隶子 但是我觉得奴隶子 是不是美国建国之前的一个制度 还是建国之后 奴隶子还延续 建国之前的一个制度 但是这是这么多任总统 从来都没有真心诚意去反对过 虽然说是他们的开国 那个大典上 那个独立宣言 是说人人一切的平等 但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 而且是那个妇女的解放 也要等到那个 二十世纪才有得到那种解放 黑人那个投标权利 也是要等到二十世纪才有 那个投标权利 所以就是说 那个当时 那个社会价值观 就限制了当时 他们那种人们的想法 虽然是他们有 当时有一些前进的那种思想 比如说当时他们 在那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那种自由民族人权 更平等 平等的那个想法 但是他们是跳不出 就当成那种框框 一直圈奏了他们 不能再继续的那个发挥 所以是也要等到二十世纪 平等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 才能来 有一个妇女的大解放 黑人的那种大解放 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他们的那种说法 才能激发人心 所以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讨论那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都是被当今那种社会 那种社会价值观 越数着我们 那个当今社会的价值观 是透过一样情况来 灌输进我们脑海里面 有几个东西 就是一个event 一个那种事件的发生 一个是透过那种证据 一大堆的人提出 一大堆那种证据给我们看 其实那种证据是真 还是抢没人知道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那种cause 很多人是研究历史过后 他们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发生 发生的时候 什么原因 当然他告诉我 这个这个这个人 他也是从他自己所接受到 那种社会价值观 剖析这个事情的 当然他不能 他不能免除带着那种主观 那种想法来的 所以说的是 我们在那种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清楚 知道的是 除了我们单方面 单方向接受的资讯之外 我们也有批判的精神吧 我们这样的批判 批判性能的想法 批判他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 为什么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然的话 我们学历史也是一个枉然吧 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 接受一个历史的话 好 讲到你刚才美国那个东西 我觉得天下乌样一样黑 美国政府 他建国的时候 其实他宪法 第一个宪法 Chapter 1 他所注重的是 怎么样分配权力 他们只是要执政罢了 然后过后 过后才有Chapter 2 才放那些人权下去 其实 我都说了 政府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不说了 我们说回今天 讲出不同的历史 那我们不要讲 不看暂时不看其他国家的历史 我们靠回马来西亚的历史 在马来社会中 或者在我们马来西亚里面的人 我们都认识 Handua 在Handua 他也是被神化了 他也是被怎么说 美化了这个人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那在好像没有分享之前呢 我是讲出 我认为 我读了这些书的感受 你不能各位听众 你不能接受我说 你不能完全接受我的东西 你要自己去探讨 再去看 那我看的这本书是 塞胡西阿兰达斯的学生写出来的 他叫我 Shaharuddin Maruf 他也是一个学者 在新加坡 他的这个书名叫 Concept of a Hero in Malay Society 那他就说 在以前 在以前时代 没有电视机嘛 所以 所以网上是个做的东西 就是 找女人 或者看鸡打架 一是做事 二是做爱 对对对 然后再看人 再人 再看人打架 或者再看斗鸡 这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成为 王上宇旁边的红人 第一 你一定要会打架 第二 你要讨好王上 就是说 你会找 绑架女人 去送给王上 那这个 这个东西啊 从以前到现在 是没有改变过的 我们现在 我们要出位 就是送女人 去给我们 最大男的 是 Handua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Handua Handua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虽然Handua 以前是穆斯林 可是 他阅读 这个Quran的时候 是根据 他王上的需要 所以他觉得 绑架他人的 女儿 送给王上 是对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觉得 王上是 最高无上的 最高无上的 OK 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时候讲到 当地的马来人 他们不会努力的工作 为什么呢 当他们努力工作过后 王上就派人来 比如他是耕田的 OK 有很多米 有很多瘦身 王上就会拿到完 或者拿剩一点 足够他那一个年生活 或那一年他生活 所以他就拿走了 最大的强盗 就是皇帝 对 跟现在的没有分别 现在比较有系统化的 是系统化的 以前是没有系统化的 对 所以看回来 这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以前的人 这么不 这么勤力 不勤力 因为我勤力的话 多余的都送给王上 我做的东西 都是够自己用的 我何必要那么轻易 对对对 再看来 Handua Handua这个东西 他是很会打架 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 你是 你是怎么说 你是坏人的话 OK 你为了你要保护自己的命 你就可以declare自己 我是王上的slave 我愿意帮帮他 也就是说 坏人进去 成为了王上身边的 红人 你觉得这个坏人 他会服务人民吗 他会更利用他的权利 去更霸道 同样东西 发生在Handua那边 这本书也是讲出了 他也是利用了 我们以前一个 马来西亚的学者 Munch Abdullah 一一写出 写出来了 不同版本的东西 就是Handua 以前的Handua Handua 还有以前的王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看了 你就觉得 原来我们的历史 也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在你们正常的这个 过去所学的历史里面 Handua是个什么样的 厉害 讲义气 跟那个官公是同样的辈分 是这样的 刚才我就倒觉得是 刚才那个国强他所说的 一些就好像是刚才我所说的 一切都是受当时 那个社会价值观 那种所约束 所以他认为那种绑架女人 是一个那种很正常的 那种的行为的 正如说 那个蒙古以前那个时代 那个成绩时代 也是 他不是绑架 现在是抢人家的老婆 才是那个正常的 我看到你美丽 我去把你抢过来 把你丈夫把死 有的人觉得被抢了 是很荣幸的一件事 对不对 我入风了 对吧 对 就是当时那种社会价值观 那种约束 我们今天看来说 我们今天看来说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非常最 最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 那个想要加那种现代的 其实我们所接到很多 接收到我们的 资讯 跟那种历史事件 很多是不大正确的 比如说昨天 我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那个好笑 中国有一个武林泰斗 就是叫驴子剑 刚刚去世了 他中年是118岁 他就叙述了 他一辈子的 他的那个武功 事迹 他自称 他是跟那个 霍原甲 同名的 同名的 他们一起是都是一个叫江南大侠 一个是那个霍大侠 但是是在通篇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历史事件 那个 他的叙述里面 发生一个 发现到一个很大的描误 这个驴子剑 他是在1898年出世的 他在1911年 就是那个民国成立的时候 才去那个 真正那种 拜师学艺 学武功 类之这样子 但是1991年 1911年 他去真是去那种拜师学艺 霍原甲 是在1910年去世的 所以霍原甲 在1910年去世的时候 这个驴子剑 他去写那个武功 所以这个霍原甲 跟那个驴子剑 是不可能有一种 在历史上 不可能有交手的 交手的那种过程 但是 他把他拉到一起去了 对 驴子剑 拉到一起去 还拉到去 因为当时是那个 日本来呢 送那个冬药 并服那个牌匾 给那个霍原甲 的时候讲 他也在场 我觉得是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 所报道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 很荒谬 荒谬的一件事情 只是从那个年份上 那种探讨 他已经是不可能 成立一个事情 但是他已经是 透过官方的媒体 向中国13亿人口 去贯述这个事情 对对对 这根本是一个 对 我觉得中国这个方面 已经完全没有诚信了 在写历史这个方面 你看过去的历史 还比较有趣 但是近代史来讲 真的从从清末开始 就一步一步的 就就把这个历史 就都把它根据政治的需求 对 回到政治 对 改变了很多东西 就是那种渔民政策 是导致 如果是 我是一个单方面 接受讯息的人 我听了 女子健 就是和那个霍远甲 大侠一起同名 而曾经有在一起过的 一个人物来的 但是这个历史上 根本不曾发生过事情 不曾发生这个事情 有时他要借贺远甲之名 来抬高他自己的这种身份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历史是一种想象来的 他透过那种影像 透过那种照片 透过那种叙述 书本 像我们灌输 有这种东西存在 这种东西 对于我这本身来说 这也是没有选 没有摸不到 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它还是存在的 盲人摸象 永远摸不完 如果探讨历史要慢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真的要去阅读 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专门找一些 很旧 人家差不多要遗忘 那些书来读 我不会找比较新的书来读 因为那些书真的是 已经是美化过后 而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也是很积极 去找着这个 Munch Abdullah写的 写的那本书 Visam Layu 因为它写出真的是不同东西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 介绍这本书 大家我觉得 应该要去看 Munch Abdullah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他会有 被王上判死刑 就是要杀死 他之前已经有前科了 就是为了女人 我们男人 在以前到现在 都是没有进不过 都是为了女人而有事情的 其实在这个 我对两个人的历史 比较有兴趣 一个是Piramley的历史 一个是东库阿德拉曼的历史 我觉得对他们这两个人的历史 我有兴趣 为什么Piramley是在艺术上 很有成就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所表演的这些故事 都是发生在通常是60年代的时候的 这些故事 60年代这些故事 反映了当时 就是刚刚独立之后的 马来西亚人的一种精神面貌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物 但今天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国政政府对Piramley的这个人 又爱又恨 就是说他又没有东西拿出来 没有人能够超越Piramley 到现在为止 但是如果把Piramley拿出来的时候 好像这个背景让他们有点尴尬 所以Piramley变成一个不上不下的 这么样一个人物 我们再看这个敦瓜布拉曼也是这样子 那敦瓜布拉曼是我们的国父了 这真的是第一届的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首相 那我以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当时这个 左翼或者是马逛的 把他称之是这个反动的 这是什么东姑李光耀集团 什么的 把他们是扯在一起的 我后来我才知道 东姑是东姑李光耀是李光耀 的确是 两个是很大不同的人物 刚才你说的Piramley事件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是关于 那个国旗的事件 我们在那个830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班 把那个国旗抬出来 就说那个红跟白那个事情来的 当然那个人把那个 所谓的alternative国旗 他抬出来过后 当局的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猛烈 说你是要判国 你是要判那个军 甚至一大堆那种的罪名 就放下来了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这个红跟白对那个 我们所谓的马来同胞 是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来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我有一个统社就跟我说 这是一个买的统社的 在以前那种 把联邦那种时代的时候 他们那种士兵 他们去作战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用那个白旗 一当时是没有其他 不懂想到的做什么 就用白旗吧 他们就作战 作战了过后 他们就有很多牺牲流血 那个白旗就蓝红了 蓝红了就是红跟白 所以他们最得的 当时的士兵得到一个 最大影响就是红跟白 所以他们就 那个传统就把那个 他们的旗帜 就做成红跟白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深深影响了 那个马来文化 所以那个红跟白 不是一个很特别 那个要叛军 或者是一个要背叛国家的 一个想法 反正是一个 忠于马来文化的一个做法 我们看到那个新加坡的国旗 看到印尼的国旗 看到以前那个菲律宾的国旗 很多都是用那个红跟那个白的 其实你讲到这里 我个人的研究是这样子的 这整个一个婆罗群岛 我们这一块地方 就是你看 就包括菲律宾南部 对吧 包括泰国南部 然后在这个新加坡 印尼文南 在这一块 我们在沙巴沙罗越 这一块 整个一个婆罗群岛的这一块 其实在过去英文也叫 马来群岛 在这一块地方 其实当时有一个 比较共通的文化 就是马来文 这是一个比较共通的 就是大家用这个语言 作为一个公共的交通 公共的这个沟通的这个语言 所以这个文化相互之间 有一些的这个影响 在这个文化背景下面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分割分裂 就是说马来半岛 是被英国统治了 印尼这一块 是被这个荷兰人所统治了 所以这个英国人跟荷兰人之间 他们实际上是有交易的 就是说那一部分是你的 那么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到了这个 这个是20世纪的中叶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要都要独立的时候 印尼是独立之在前面独立的 48年他就已经独立了 我们是差不多迟了十年的时间 那么当时的印尼闹独立的时候 印尼种族主义的对马来半岛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很多马来人的他的祖籍都在 苏门达拉或者在那个贾瓦那一边的 那像我的我的母亲的家就是在 苏门达拉这边的 是明南嘎包 是能给苏门达拉的人 所以他们那边的这个印尼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呢 就影响了我们 所以你今天看这个印尼的国旗是什么颜色 就是红白两色 对不对 就是红白两色 旗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的这个 我们这个婆罗群岛的这一带 都都在 刚次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都在用的是红白两色的这个旗 好 结果形成了什么 你不要只看是菲律宾 也不要看这个新加坡 我告诉你 巫统的旗也是红白两色的旗 对所以 但是那个830的事件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国家 是由那个国家接线出来的 是 要打压那个人民不同的那种生命 他们禁止有非官方的另外一个版本 那个历史那种叙述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官方 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要求一个单方向那个官方叙述的 那个方式来的 只要非统一 不同于官方的税述 他们要立刻就是打压 不然就是恐吓你 不然就是要危险你去做监督 你叛军 一个这么大的罪名就压下来了 要压制你们人民 不能有那种独立 或者是那种孤立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正确的做法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要全盘否定 那种马来自己本身的历史 这个反正你自己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做法 好 那我们这个课题很好谈 我很喜欢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字弹得太久 我们先进一首歌 以后回来 我们再继续天马星空 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 发挥开放的探索精神 你好 我是人民共争党妇女自卫 林李飞 请守着榴莲台 你了解国家政治时事的平台 durianfm.com 好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天马星空 这个节目现场了 我们继续来谈 来探讨一下这个 不一样的历史 那我们Facebook上的有朋友就有发表一些这个意见 就包括这个Bob Binchel 他说历史人物呢 永远的输给这个宗教人物的 这是一种说法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虽然很多的历史人物被美化 但是呢 至少你还可以提出一些反对的看法 比如你说这个爱迪生不是好人 也不会是有多少人去反对 但是如果你尝试说是孔子 或者是这个圣人的坏话的话 那这个你看看 会是什么结果 我对孔子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不过孔子他应该是推出鲁家市场的 对不对 对呀 也就是说网上说什么 就是说君要我死我不能不死 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是跟亨斗的那种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也是看你怎么样说了 我不是说爱迪生是一个坏人 可是你要看他另外一面 再来平衡 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首先你是要看 听听这个人怎么讲 听听那个人怎么讲 看看史料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你看今天就算是在这个 左翼的历史里边 其实也存在这个现象 你看过去 马共的这个主席 陈平写过一本书 他写我方的历史 我方的历史 这个我方的历史呢 他是强调说 我怎么样来跟这个政府所出的这些历史 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比较是怎么样的 但是当你看了我方历史之后呢 我觉得 还需要一个他方的历史 还需要一个你方的历史 就是说 因为我感觉是陈平在他写他这个历史里面呢 他也回避了许多的事情 许多的真相他也在回避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单只是他方我方的历史 是你我他很多人都方的历史 因为这个历史的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参与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本身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本身的价值观 所以就是如果只是看他方 你方我方 是不足够的 我们也要看法于官方 官方也是决定的这个定性的那种的意义吧 他把这东西定性成为一个 就是这个反叛的国家那种意义 我们也要从那个社会那种价值观来 那种的剖析 为什么当时那个国家 把他定性为这种反叛的价值观 因为他跟那个主流他们的价值观 是一个向左了 就是说是一个 马来西亚相信是那种右派的 那个那个的说法 但是那个他们左派 跟那个右派那种斗争是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无论如何 左派提出什么东西都好 那个右派一定会反驳 会反对的 所以两派那种交锋 就是那个社会价值观 他们的交锋是非常激烈 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我们的会被 当然是这个右派已经自政了 所以他就左派被定性为那种判过 如果是在中国 那个右派反而被定性为 就是个判过的那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很好讲 是那个白晓那个事情 我记得是装白晓晓 我记得他写了一本那个 他参与那个白晓保肖运动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 那回忆录 过后 很不幸 就有一些人就跳下说是 这本书不应该由你来写 应该由 那个他们的 种了那个 那个 那一般人来写的 如果有你来写的话 是不大恰当 其实没有关系吧 他写他的 你写你那一个 这个字 我想表达 每个人都参与这个进程 所以每个人都要 自己本身的历史 他写当然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历史 那个全世界 垄断在 在 垄断在某一个人 胜利的人才可以写 这种历史 是 但我们今天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结局 你看 今天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有一些的悲 有一些的悲 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 我们学生 当然你不得不要学一些历史 特别是 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57年成立的这么一个新兴国家 那新兴国家的公民来讲 的话 你当然要了解一下 我这个国家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成立的 从哪里来的 这个你应该知道 但是就是这么一段历史的话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 不同 不同的问题 而且你拿各个时期的历史课本 来看比较的话 为什么原来的历史 这些人物有在 到了后来这些人物就不在了 又来那些新的人物 历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玩笑了 幸好我小时候不是很好学 所以我不认识这些历史人物 那些他方 我这些他方 给我们的历史人物 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学历史是 人家教我们 而我们为了考试而才去学的 当我到了大学 参了一班 另外一班人的时候 我就会自动去图书馆 找了一些历史书来看 那因为我相信 好像我跟你讲 陈平 很多人会讲他 他是一个叛军 然后他在他的历史写 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军 他会写出他的用意 然后我们不懂他的用意什么 他的strategies是什么 同样的东西 今天我们看为历史 我可以在那边跟大家介绍几本书 让大家去看 这些书我看了 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看了有不同的感觉 今天我再看为 又有不同的感觉 各位听众 我要再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跟你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你们不要给我们签这种 你们要自己探讨 再去研究 有几本书就是 东瓜布图拉曼写的 第一个blast me sebelum and seelibas 你可以去看 五一三的前后 五一三的前后 他一开头就说 有人要反东姑 然后趁这个机会 而他被拉下台 第二本书 我觉得会比较全面的 这是一个国外人写的 他写的是 这个人作者是Leon Combo 他写的这个五一三 不是单单五一三 一个礼拜前 或者一个月前 所发生的事 因为五一三 对以前的历史 有牵连到现在 而这个五一三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 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Leon Combo 他写的就是 13 May 他就写的就是 The History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hip 他从拜米米苏拉那边 开始写的历史 东瓜布图拉曼 是前一个礼拜 开始写的 另外本书就是 May 13 Disclassified Document on the Malaysian Rite of 1960 这个是 柯家训 柯家训写的 他写的这个五一三 是也是前几天 发生些什么事情 而且他说 据说是在这个 英国档案馆里面 去查了很多资料 这个这本书 柯家训写的比较 趋向阴谋论 东瓜布图拉曼 写的比较趋向 人家要反他 这个也是一个阴谋论 如果你问我 五一三 你有什么看法 人家问我 加强你对五一三 什么看法 五一三对我们 马来西亚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华教也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五一三 就造就了 现在的社会的问题 如果你问我 我会给你一个解释 五一三 是一个误会 你为什么 问我是一个误会呢 我们看历史 不能看几天前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看 以前到现在 就好像今天 这次我先声明一下 这是你看了这么多本书 我的感受 我本人的感受 然后你现在得出了你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听一下 你对五一三的概念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本书 这次就是 这次上面有一个头像 是我母亲 看你猜得到吗 是吗 猜不到 这个头像 你看 我真的猜不到 猜不到 是谁 这个是我母亲 是真的 真的 好 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这本书是 穆哈姆·沙列·拉米写的 这本在UKM可以买到 它是UKM的 一个 一个 他写了一些 主流你不会得到的东西 我看了这本书 我就觉得 五一三是一种误会 你觉得 华人买了一夜之间 可以闹翻这么快吗 你觉得 五一三 人家会 这样快就利用到 这一个落点 就可以闹翻了吗 为什么 其实五一三的原因就是 华人买人之间 有了一个误会 这个误会不是五一三 一天里面可以发生的 是从以前 我们的历史 而影响的 可以你讲讲看 什么样的误会 当时的 当以前 英国人殖民地进来的时候 进来马来西亚的 马来亚的时候 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那 马来人的那种 要为了独立的 那种独立的思想 那种比较 nationalism 是来自印尼的 而华人呢 当地的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的 OK 当时 那我就 把这个历史 比较 summarize一点 跟大家解释 就是 当时 左派的是 KMM 他们这种 这种的 这种的 这种的那种 抗议 殖民的 是来自印尼的 第一个人 带了带着 还有很多的人物 第一个人 带在这个 idealism进来的 nationalism进来 就是 这个叫什么名 我忘记 它叫什么名 不过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然后 他们带来进来 就是像马来人 这样去传 我们要抗议 我们要得到 我们自己的独立 他们就成立了 这个叫KMM Ksatam 来由目的 那 中国人在马来亚的时候 他们的心 还是要回中国的 OK 他们 有些中国人 来那边 是为了赚钱 有些人是逃跑 有些人买巨蛋 来到这边 因为中国 那是日本 打着中国 有些人为了 避免战争 来到这边 他们来到这边 他们的东西 还是不变 他们的教育 又不变 就是 那个工厂的思想 因为工厂的思想 还来到这边 所以当 英国殖民地 在这边 占领了 一段时间 我不忘记了 多少 当 日本人 要打入 马来亚的时候 那 当时 KMM 就是 majority 都是马来人 他们打出的 日本人打出的口号 就是 Asia for Asian 那 当时的马来人 他们是 也是要争取独立 所以当时的马来人 看到这一点 他们就协助了 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是亚洲人 把这个英国人 打回去 可是 共产党那时候 对日本人 日本人跟华人 都是不合选 因为日本人在 中国 也就是说 当时 马来人 他是需要日本人 对 那这个华人 是讨厌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 跟马来人 这个KMM 就 连接在一起 日本 当时的华人 是来自中国 都讨厌日本人 所以 他们就 当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 日本人 也一样的 看到华人就打 然后华人也是反抗 然后华人 就带路了那种 共产的思想进来 在学校那边 这样的 一直宣传 当日本人 输了战 当日本人 占领了马来亚 他就利用了马来人 去占领了马来西亚 当时这个误会就开始了 华人呢 那时的共产呢 就觉得 马来人 是帮日本人 所以都很生气 都产生了误会 当日本人 回去的时候 那 这时候 共产养 共产党 马来亚 马共 马共就赢了 就出来 就很生气 生气这些马来人 帮助过这些本人 就开始 超好算账 秋后算账 就 就开始有内乱了 我们马来亚 马来西亚 华人跟马人 第一次打架 打到很凶的 不是五一三 五一三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 当日本人 回去了日本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误会 然后这个误会 就慢慢慢慢慢慢 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到了五一三 然后在因为 一些政治的观念之下 当时怎么打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说 当我们日本人 回去的时候 回去了之后 在这本书 他没有详细的写 他只是说 就开始有 放动乱了 而五一三不是第一次 是第二次 所以就是要讲的 因为当时日本 日本撤退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 我们这边的本土 抗日 接管整个 马来亚半岛 对 接管半岛的时候 他们有进行那种 清算的 那种肃清那种动作 就是把当时有 像于清日本那种的 那种马来人 就有处决 大多数都是马来人 大多数清日本的 都是马来人 可是在那时候 我们共产 他也是奉了一堆 叫MPAJL 我忘记了 OK 这怎么说 大家可以去研究 里面也是有马来人 也是有马来人参与共产 所以我就会看到 加码的妈妈 在这个画面上面 对吧 针对那个五一三事情 对我来说 其实我现在得到 最大印象是 就是民主行动党的领袖 林吉祥 在那个旗干下小便 在旗干下 就是在那个 他最近也弄了一个电影 是吧 对 所以你问我 有意思 我现在得到最大印象是 他在那个旗干下小便 所以事后我们知道 现在是个假的 一个事情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当局 一个权威 一个手法 他们要制造一个假象 就是一种想象 就灌出去 你的人民那种脑海中 就是由民主行动党 挑起那种纷争 由民主行动党 就是他最大的那个祸首 就是林吉祥 殊不知 他当时 他根本都不在 那种最多吧 但是那个影片 触接过后 那个五毒三 那种的主流媒体 就一直强大那种课题 但是他们根本都不尊重 那种历史 他们那种愧疾 跟历史那种事迹 所以这是我得到 一个伪想最大的影响 如果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没有历史 一个价值 或者是一个历史 一个判断 或者是一个历史 一个研究的人 会觉得 是啊 林吉祥原来就是一个 当时一个 那个主要的人物 这是多么糟糕的 一个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 假的事情来的 另外一个是 针对那五一三 事情 我看到 这边有很多本书 但是他们 每一本书 都有一个组织 就是要争夺 那个legitimacy 对那 legitimacy 那个合理性 合法跟合理 就要针对这个事情 他那个权势权 我们所谓的 比较通俗的话 就是话语权 我要争夺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话语权 我要说的东西 是比较 那个 我就觉得 这点我非常赞同 咱们再来看看 这几本书 他的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我们 我们来可以分析一下 他这个背后 他想 他想就是 怎么样来争夺 这个话语权 不妨你再把这几本书 重复一下 这几本书就是 首先就是 东姑阿杜拉曼写的 第一个 Blasmi Sbelum Dan Selepas OK 那你看 他东姑的这个看法 他是什么 他总体的 对513的看法 他说是说出 其实很多人要倒东姑 那时候 因为他 就是有人要倒他 对 所以搞了一个 这个513的这个 就利用了 照他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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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说的故事 就是说 他们就是利用了 这个华人跟马恩之间的 这个关系 来把他倒下台 就制造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制造了一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暗示 这是他副手吧 对 OK 他暗示他的副手 那就是敦拉扎 对 OK 这个Leon Combo 他比较全面性的 他全面性的 对 可是他虽然是写的 全面性 他是从马六甲黄枣开始写的 慢慢慢慢写 可是他所写的东西 也是比较 比较 bias一点 因为可能他是接受当地的那种 贯彻性 贯输性 因为那是当地 英国 是 对 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对513的结论是什么 他的结论就是 DAB 民主行动党 华人在那边搞 有比较 比较 Emotional Emotional 就是有点阴谋论的 这个 对 那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自己本身 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我还需要看回去 这个学者呢 还是有党派 我必须要看回去 他应该是没有党派 他比较中庸 中庸 比较中庸 中庸到来 可是他对 他接受那种的历史的教导 是比较偏向英国式的 中庸到偏向 接下来这个 Disclassified 这个 柯家训 柯家训的 他写的比较是 算是阴谋论 对 这是阴谋论 不过他的阴谋论呢 跟这个 东姑的有点吻合 因为他 对 东姑也是说 有人要倒他 这个柯家训这本书 也是指 这个 他的副手要倒他 可是我会介绍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 这个 他不只写了 马来人的 那个左派的分子 他也是写了 共产党发生什么 马共发生什么事情 这本书是一个 很好看的书 你一看 你就爱不失所谓 都看下去了 其实今天 我借助这个机会 想要告诉大家 要看回这个历史 因为如果你问我 我会告诉我的孩子 其实马来人 跟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管这个政治 因为这个政治 就是因为这个 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关系 而变成这样子 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问回我 我会告诉我的孩子 我们不要再执着 在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要把 我不要把这个误会 传给我孩子 我孩子再传给我的孙子 把这个马来人关系 验动的 华人跟马来人 种种族之间的关系 由误会变成那种的仇恨 是 我们要看回研究 你那往好那方面去看 如果谈到这个课题 我想谈一下 那个媒体自由权吧 当在诠释 那种历史事实 我们往往发现到 是其他非主流 那种的想法 都是被打压 被那个 被消灭掉 当我们要提倡 那个历史 那种的 新的那个诠释的时候 我们没有管到 我们没有方法 是 我们要如何去提升 人民对那个 不是说一般学者 一般的普罗大众 那种的四经小民 对历史新的认知 一般普罗大众 他们不会跑去图书馆 去借那种书来看的 也不会去借 那个 格拉干 那种 吉利美拉优来看的 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他们主要接受的都是 来自主流媒体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 这边强调说 是我们要 要求他们 重新认识 那个历史的时候 但是他们 怎样去认识呢 他们没有方法 主流媒体不提 有多方面的东西 所以是 这个国家又通过 那个媒体的垄断 之类的那种手法 就把那个 紧紧的挖 挖住那个历史 那种诠释权 历史的话诗权 话语权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针对那个 那个513那个事情 我觉得是 那个 柯家训 他就是援引了 一大堆的那种 外交官 他们的看法 无论是来自 那个英国 还是那个美国 他们都是外交官 当时 他们在现场 他们所观看 所观察到 那种想法 然后就配上自己 柯家训 自己本身的一些分析 所谓的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 是否真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吧 因为当事者 全部都已经去世了 我觉得这个513 它是一个 类似已经变成一个 孙悟空那种 那个 那个 一个罩 笼罩在每一个人 那个头上 当我们有发现到 一些 有益于主流 那个想法的时候 当局就要念走 就要把那个东西 锁起来 让每个人的头 或者是让每个人 不能自由的行动 这513 已经变成一个 是一个 当局 用来钳制人民 有更加独立 想法的一个 一个手段 当我们提出 那种想法之后 他就说的是 你要来挑战 那个官方历史 那种叙述 这是不应该的 你要推翻 那种东西 不我们今天 就是要建立一个 这个所有的叙述 都可以被挑战的 这样一种观念 不管你是官方的 非官方的 或者是民间的 你有一个论述 你有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 你要它成立 你要它成为一个 被大家所接受的 这个叙述的话 你就要接受 所有的挑战 这是我觉得 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其实武艺上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 所以可能 它真的是 阴谋论的存在 就是人家利用了 这个弱点 这个弱点是什么 就是华人跟马亚人的 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 很脆弱的 这个阶段 就是以前 当日本人回去 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不论这个阴谋 是怎么做的话 如果马来人 跟这个 是好的话 之间的关系 是好的话 你是利用不到的 利用不到 我相信这个 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股误会 我希望听众能 能去再探讨 不要把这个误会 继续这样子的 流传下去 而且这样子的 一种误会 你可以 我觉得可以谅解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要解除了误会 首先要打破 那个媒体的 这个笼断权 不然没有 媒体笼断权 没有被打破 我们谈什么 都是没有用的 有政治媒体 就被操控 不过还有一样东西 这个也是关系到 我们现今的华家 在以前 你要在 马来亚的时候 的华人 他们以 以那种教育的方式 去宣洪 他们的共产主义 所以到以前 我可以了解 当时的马来人 为什么他们 当时的英国人 他们这样抗议 华教 就是因为他们 不要给他们 再继续宣洪 对他们殖民的 那边的权利 有威胁 那到至今 当马来 我们这边右派子 觉得马共 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华人的教育 那时候马共的那种主义 也是同华人的教育 这样子是放下去 所以到至今 为什么我们华人会 一些年轻一代 为什么说 为什么要打压 我们华教 华教 至今有没有打压 我不知道 可是因为 为什么有打压 就是因为的 以前的历史 以前因为马共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导致现在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 其实也是 也是同样的一个 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去探讨 比如说你这个 华文教育的这个历史 你也 你也是需要去 做一些探讨的 你也需要有 多种版本的这个声音的 对吧 你不包括这个华教 是如何产生的 华教的这个演变发展 是是是怎么回事啊 那为什么过去 我们能够 呃呃呃华人本身 就是相当多元的 一个因素 呃 呃福建人 广东人 各家人 海南人 潮州人等等 非常多元的 今天这个多元 已经已经呃 渐渐的不存在了 对吧 都已经整合成 呃同样一个声音了 呃 同样一种文化了啊 对吧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个历史发展过程 但不存在对与错的 这个问题 只存在就是说 我们要看回 过去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呃 我们是怎么来的 这是第一啊 第二我们未来 可能会走去 什么样子的路啊 这个我们可能做 做出一些借鉴 嗯 真的那个华侨事情 我觉得国强刚才又已经有 反映出一个 嗯 当现在的社会价值观 就呃 约束了他的那种想法 嗯 因为刚才提及的是 我们的华侨 嗯 谁的华侨 嗯 我们是华社吗 对 华社的华家 对 呃 华家不是属于华社的 华家是属于一个国家的 属于一个国家的 对 如果我们把那个 就是把约束在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 我相信 董总是不太 不太认同 哈哈 这个观点 对 董总不太认同 不代表这 我们必须要去认同 对对对 你讲的对 因为华家不是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这个国家的 如果我们把那个 华家只是 约束在自己 属于华社 嗯 但永远就跳不去 那个华社的框框 嗯 如果你改一改的话 就是比较能够 更接受其他注意 比如说 我今天不叫华家 我今天叫做这个 中文教育啊 比如说 Chinese study 啊 我不叫做 Chinese education 对吧 而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对于印度人 对马来人的话呢 就更加能够接受 所以这 这个都是我们 就是说怎么样 来做出这种调整 对吧 我们 我们学历史的最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 过去 发生什么了 过去的这些事件 从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调整 我们 我们不是 立直在讲 与时俱进吗 对不对 我们要与时俱进 还是要一成不变 这个东西 非常矛盾的一对 比如说 华教今天担心 啊我担心变直 变直变直变直了 但是有的人说 我就是要变 我就是要变 就是要无霸嘛 对不对 不是这个国家 要无霸 华教也要无霸 对不对 都需要无霸 这个世界上 那种所谓的文化 都是一成 没有一成 没有一成不变 一成不变的文化 早已经是被淘汰了 是的 文化跟华教 不可能加起来一起讲 他们可能是相关 可是如果你觉得 有华 你要捍华教 是因为我们华人 华人的文化 不一定 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我们所谓的香蕉人 可是华人文化 还好过我们这些 度华教的人 那对 这就是 无华班们 真的是都有的 我觉得你看 有的人 他完全没有 没有受过华文教育的 但是他 他努力 在努力 科加逊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你讲科加逊 是个香蕉人 他也是承认 自己是香蕉人 但是你今天 你跟科加逊 谈话的时候 他的中文讲的 甚至比很多受华教的 这个人士 讲的华语 还要好 对吗 对 你还有一个 这个马华的蔡 蔡希利 他的华文 也是相当不错 现在 他的居然能 能两位 他跟冠英 两个人 都可以再用 用中文来辩论 说这是 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值得 值得推荐 那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想看 就是中文教育 这 这一块 刚才中华所讲的 我非常的认同 他不是一个华社 单纯自己的一件事情 是整个国家的一个 真的那个华教的问题 我们还是 那个 华社他们所提倡的 那个华教 还是一直打转 在要维护那个母语 那种职业 那种教育 我觉得是 你讲到母语 我又想起 这个又要跟历史扯在一起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非常有趣 我去过华言 我翻过他所有的 过去的那些简报 这个母语 这两个词 就是八十年代之前 不曾出现过 从来就不曾出现过 是八十年代之后 才出现的这个词 这个正如那个土著 那个地位吧 土著那个母命不错 从来不曾在乎 我国的宪法存在 这个 如果你翻遍 整个马来西亚的宪法 你找不到 母语不错这个字眼的 但是母语不错 的确实存在 那个马来西亚 我们有母语不错 那么母语不错 把那个种族分成 是两个两极化的事情 这种做法 是非常不大正确的 虽然是 而且是在历史上 也没有所谓 出现过所谓的 母语不错那种字眼 这个词是有 其实 马来文叫母语不错 但中文叫土著 土著的含义呢 就是说土生土长 它是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它也不是一个 无边无境的定义 就是说你今天一个土著 它也可能是一万年前 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 对不对 就是但是比如说 今天我们讲土著 在美洲是指的印第安人 比方 今天在台湾 我们讲土著指的是 比如说高山竹啊 什么这些人 那么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土著 就它指了包括马来人 包括一般卡达山独孙 阿兰阿斯利 这些 它把它叫做土著 这是它一个分类的方式 马来西亚是更加的那种细分 就把它分成了 阿兰阿斯利 他们又有反而又有推出一个叫阿兰阿斯利 那种特别的法令来保护了他们 呃 他们也是属于那种土著 他们是把它细分成为一个阿兰阿斯利 其其 他们在尝试把他们的分割出来 阿兰阿斯利 那种宗教 所以他们是很多时候被称为 阿兰阿斯利 多过于被称为那个 Bumia Petra 为什么呢 这也是受到这个当今那种社会 那种社会价值感的约束啊 因为这个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Bumia Petra在我们的宪法是找不到这个誓言的 这个 完全是没有这回事情的 我觉得是呃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阅读律师啊 我们真的是 要通盘的那个 了解这个我国的宪法那种朝逆的过程啊 如果是我们了解那个宪法的过程过后啊 我们就不能在或者在自作战这个土著跟非土著那种字眼上啊 而且是如果我们当不在自作的时候 这个土著跟土著这种差别啊 都会被自然自然的被淘汰 被废除掉啊 同意 非常非常赞成这这种看法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呃 小视节目已经呃 已经到到了这个时间了啊 呃 其实我们其实给了人家 给了我们这听众的一些的这种启发 一些的启示 那你在看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 呃 不要被一个固定的这个框框给框住了 特别在一些一些历史课题的时候呢 呃 不要被一些固定的框框所所框住了 有些课题很有趣 比如说这个是叫做英特朗啊 你这一本一本这样子书的时候啊 引起过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议 但是你你要参与这样子争议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自己去看看那本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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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没有看那本书 你就知道就来去去讨论的人云亦云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呢 肯定不是一个啊可可取的一种方法 在跟大家还没有玩之间跟大家做一个感性的分享 嗯 这些书呢 是我在大学就讲四年前五年前读过的 嗯 感觉是在那时候 今天为了跟大家做出分享 昨天有翻出来 看看一下 嗯 感觉又不同了 又不一样 对 所以我希望听众们能翻出以前你看多的书 有关系到这个历史东西 你我我相信你之前看的跟今天看的感觉又不一样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 也听大家分享他们的感觉 嗯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特别在宾 啊中华啊 那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 而且特别这些这些课题都属于呃 新的一代这个年轻人 他比较比较喜欢谈的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 要改变思维呃就必须从这些这个历史的角度 呃 只是最后想分享一个是关于那个 有一个历史那个故事影响了一个非常大的 是一个啊台湾著名作家 楼英他所写的百年诗说里面那边故事叫沙漫玫瑰 是这个沙漫玫瑰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 嗯 呃 我不知道还没有时间啊 可以没关系 OK 就是沙漫玫瑰他是说的是呃 楼英台他有一天他有个以色的朋友 嗯 呃 送了他一个花叫做沙漫玫瑰 嗯 沙漫玫瑰他如果他离开那个水的滋养 他只是一堆干草 嗯 枯燥的 嗯 他送回他就告诉楼英台 楼英台 呃 花就泡在那个水里面 第一天什么事情里面发生 还是一堆干草 嗯 第二天他就去看一下 他看到那个草 诶 开始有一些绿色哦 嗯 开始在膨胀 第三天他去看的时候 诶 那个绿色越来越大 嗯 越来越那个强烈 嗯 第四天的时候他看到诶 突然间那个有一些东西站起来 一些呃 不再是干草 嗯 他就是慢慢的升起来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八天他就去看的时候 刚好他的邻居就经过 他们两个一起看那个花 他那个 就看到呢 去看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朵花 从这个干草里面 增长 呃 生长出来 嗯 容易他当时看的时候 他就立刻大叫 哇 那个很惊喜啊 这个东西是 非常非常的那个 呃 很安乐的事情 他邻居就很奇怪 只是一堆干草里面 一个花 你这么你要大叫大喊 这样子的 嗯 容易他就心想 我大叫大喊 是因为你不知道 他背后的历史 嗯 因为我知道 他的来龙去脉 嗯 我不是孤立的 看这个事情 我知道他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才会惊喜 那个不知道人 他就觉得 没有什么 没什么 嗯 所以这个沙漠的玫瑰 所以我们了解历史 我们就对过后 呃 之前的 那种来龙去脉 都有一个很大量的惊叹 嗯 好 呃 非常精彩啊 谢谢中华 呃 谢谢听众朋友们 那呃 我们呃 这个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四的晚上呢 我们就会呃 离开吉隆坡 我们前往这个吉兰丹 过一个不一样的哈 之节 呃 希望呃 朋友们继续留守 留联台 我们从吉兰丹回来 时候会带给你们更多的 不一样的资讯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